回到節目現場 來請教這個國會大戰 來請教一下昆成委員 因為這幾天應該 也是長行去立法院 應該是讀的徐曉昕 買快的傅昆棋吧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吳靜怡怎麼說 他說這個杜秉承 他其實指控這三個案 都是非常嚴厲的 那如果說 在上演那種哭倒傅昆棋 懷疑的戲碼 恐怕沒有用了 秘歡是有仇必報的惡女形象 不是我們台灣社會喜歡的啦 那損及的是 社會人民對於 巧昆的同情心不在了 上一次被指控的時候 這個巧昆哭倒傅昆棋懷裡的戲碼 大家都認真會記憶 不過這一次如果再用上 這恐怕同一套戲碌 大家已經看膩囉 所以這先奉勸巧昆 不要再這樣啊 來請教委員 這個徐曉昆說 他心情超好的 超好的 所以應該是不會哭倒在傅昆棋的懷裡面 那可是在他心情超好的前一天 他又落淚了 他就說這陣子在國會裡面 怎麼很辛苦 怎麼樣的 那結果呢沒想到說 隔天就有這個週刊就爆料了 那這個他是不是知道說週刊要爆料了 所以他先這個在這個自己的這一個臉書上面 就先示弱就討拍 自己就先說這個最近很累 就像黃姐講的說 是不是知道被爆料了 所以先先先哭了 那其實杜秉承所講的這三項 指控都還蠻嚴重的 一個是潛艦的聲紋 然後這個內線交易有沒有收受回扣 然後徐曉昆他應該是要針對杜秉承 他所講的這三樣 應該是每一樣 每一樣是具體的去答覆 那如果按照他過去的這種密歡式的做法 然後他應該是馬上就是會召開記者會 或是馬上召開記者會之後就去按鈴申告 可是白天使先看到他的這個五點聲明 因為照他的做法應該是直接站出來罵死他 神黨殺神 佛黨殺佛 杜秉承 這個你不要亂講 沒有讀書 反正他就可以講嘛 那講完之後再去按鈴申告 那可是他很低調嘛 他是先這個五點聲明之後 那下午再跟他老公 再去告這個杜秉承 跟他的做法不太一樣 那做法不太一樣 那是不是表示說 早上先做好 怎麼樣 沙盤推演等等之類的 不得而知 那這三項 如果按照這個杜秉承所講的 那是在提訓的時候他講出來 那檢察官知道這件事情 應該也會在分案再來調查 因為這三件事情 他既然有提出來的話 那檢察官知道說 這個有設計到違法的 他會在分案再調查 那所以說今天 不管有沒有這個基進黨去告他 檢察官來調查 那所以這件事情跟徐曉星 他其實就跑不掉了 徐曉星要去正面去講清楚 就是說那他所指涉的 你這三件事情 那你的這個具體的回應是怎麼樣 正面的回應是怎麼樣 不是今天在比較說 什麼顧立雄 我海軍司令部跟這一個杜秉承 誰比較具有公信力 不是今天是杜秉承跟徐曉星 誰比較具有公信力 是比較這兩個才對 那其實徐曉星一直對於這個潛見 對於國防議題一直很關心 他現在是不是也在國防 他現在在國防委員會 他這個當選立委沒多久 記者就問他說 那這個未來這個要去進入 哪一個委員會 他就說他要進入國防委員會 那是他第一志願 對他的第一志願 因為他說他要繼續在追 這個潛見的事情 什麼對於這個軍購的交易 也很有興趣 那所以說他的第一志願 就到國防外交委員會 果然他現在就到國防外交委員會 那我相信他也是一個很認真的立委 這一個對於這個國防 對於潛見 是對軍購等等 應該都蠻關心的 我雖然不是國防外交委員會 我在財政 但是我也知道說 這個國防委員會 有開了幾次這個秘密會議 那其中有一次 那就是潛見的會議 那所以說徐曉星如果關心的話 去參加這個秘密會議 或是去探尋 有關這個潛見的相關資料 我覺得都很正常 因為你身為立委 你去關心 其實又很正常嘛 但是你去關心 跟你有沒有拿到 這一個潛見聲聞這份資料 其實大家是可以做公平的 那如果真的拿到 潛見聲聞的這個資料 那當然就事情都大條了 那所以說今天 徐曉星應該要針對這件事情 我覺得應該要好好去講清楚 那既然現在就分案調查了 那檢察官也應該會傳訊 這個徐曉星來做清楚 來做一個說明 所以今天不是說 說今天這個徐秉承 杜秉承 是這個炸雞飯 他的話就不能相信 絕對不是這樣子的 今天他炸雞是鬼炸雞 那今天是因為他有提出來這幾件事情 那你就要 你就要去把他說清楚 那這個杜秉承 董事有出來的一天嘛 那杜秉承出來 我相信他會把這個東西 如果他真的有證據的話 他應該會把這個東西 這個說得更清楚 那所以你今天 徐曉星去抵偽他 或者說這個杜秉承 沒有公信力等等之類的 其實就是要削弱說 如果萬一有一天 杜秉承真的出來 如果真的要開記者會的話 就是削弱他公信力 他是沒打掃啦 空污啦 這個炸雞飯 說話話不聽 今天不是他是不是炸雞飯 今天要看他講的事情 有沒有道理 有沒有證據 那也看徐曉星 有沒有相當的做證據 不過委員 我覺得巧克力也很厲害 他除了剛才就像你說的 他一直要跟大家比較 他說炸雞飯說法 跟國防部長顧立雄 海軍司令 誰比較有公信力 除此之外 他就說詐騙到 民進黨都上車了 難怪詐騙這麼猖獗 他現在又開始簽了 要說現在詐騙 很危險等等的 連民進黨都相信 詐騙這麼猖獗 他的大姑 跟他的大姑 這樣就是詐騙犯了 詐騙這麼猖獗 你們家人就是 這個是詐騙犯的嘛 他還要講什麼 那今天是因為 我剛才說過了 今天不是說在比顧立雄 比這個海軍司令部 跟杜秉承 誰比較具有公信力 今天是杜秉承 跟你徐曉星 在比誰比較具有公信力 都是一個詐騙的家族 你的這個親戚 涉及到詐騙 而且你到現在 很多事情 還是沒有講清楚 那到底那一百萬 那一百萬 到底是怎麼來的 一定會先煮 這個金流高帶 一百萬 如果是這個參與 詐騙集團的分論 那事情也大條了 那到底是虧政 那還是說這個 利息等等之類的 徐曉星 現在雖然事情 已經過了一個多月了 你還是沒有把這件事情 一百萬講清楚 那大家對於說 你這個 這個也可以用這個 低利跟富邦來貸款 哇 這個房子不到一千萬 可以貸到這麼多錢 大家都還在質疑你嘛 所以今天徐曉星 你要把這件事情講清楚 那不去東扯西扯 扯什麼杜秉承 沒有公信力等等之類的 我說過 他遲早會出來的 他出來的時候 如果他握有證據 那徐曉星你就大條 你的事情就大條了 這個我覺得 曉星的戰術之一 這個堪拖 那也是一招啦 等一下舒培議員來補充 先聽一下宜貞的看法 因為確實大家對於 曉星這兩天的 這個情緒轉折 大家也蠻好奇的 從這個前天晚上 他PO了一篇文嘛 說他好感度第二 感動到落淚 那黃姐解讀說 他才覺得很奇怪啊 曉星幹嘛 突然這麼感性的哭呢 原來是隔天要被爆料了 這個前天晚上哭 哇那昨天呢 昨天又非常的沉寂 只發了聲明稿 然後今天又站出來 跟大家說 我心情超級好的 怎麼會有這樣的轉折呢 宜貞 大家對曉星紅 真的蠻關注的 連這個形勢風格 或是什麼怎樣的 大家都很清楚 他現在聲量 絕對超越黃國昌 真的嗎 我以為是聲量雙塔這樣 那個過去 就是那個當有一些 可能像蔡總統 一些執政比較不好的地方呢 我們通常都會說 是不是拿那個馬英九出來救援 叫馬維拉 像我都有點懷疑說 是不是那個徐巧欣變這個徐維拉 這個樣子 那針對這個潛艦國造 不是這個週刊爆料嘛對不對 早之前前面討論這個一個多月 終於因為這個國會改革 然後轉移了這個話題 現在變成徐巧欣徐維拉 好像又要來救援了 那我是比較好奇 因為巧欣在今年的2月1號前 他都不是立法委員 所以這個潛艦國造這麼大的事情 難道真的是一個台北市議員 能夠監督得到嗎 這麼厲害對不對 那我們蘇培議員 也是台北市議員 那為什麼他可以出來開記者會 為什麼他有開記者會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去監督 或者說真的要去參與一些 像剛剛昆城委員說的 這個什麼秘密會議 聲聞的什麼的 2月1號前是台北市議員 所以他真的這麼厲害嗎 我們可能等一下也要請教一下 我們蘇培議員的意見 那再來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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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誰幫這個徐巧欣來背書 昨天這個國防部長顧立雄 他不是有回答這個記者 或是這個委員的問題嗎 顧立雄有說啦 應該沒有所謂聲聞外泄的問題 國防部這邊有這樣子的回應 所以連我們這個國防部長 新上任的國防部長 也是在我們民進黨這樣歷任 非常多的職務 非常受到信賴的這個顧立雄部長 他就有這樣說 依照這個相關的這個節點來進行 所以應該沒有聲聞外泄的問題 所以等於說現在這個對照很清楚 一個是杜秉承這個詐欺嫌疑犯 跟這個國防部長 誰講的話比較有公信力呢 再來第三個 依照這個週刊報導的原文 裡面都是知情人士說 知情人士表示 其實通篇大概就都是這個 已經被收押的這個杜秉承 詐騙的嫌疑人的說法 所以我認為如果大家要相信 這樣杜秉承這個詐騙嫌疑人說法 寧願去相信他 而不相信一個2月1號上任的國會議員 我覺得這個好像跟 至少跟我自己的理解是不太一樣的 那如果同樣的邏輯 我們看吳思瑤之前他有一個律師團 我們那個民意代表通常會有律師團 他的成員也有涉及詐騙啊 然後也被羈押啦 吳思瑤也說 好我請檢調嚴查 誤網誤訟 吳思瑤現在沒有被檢調起訴 或是收押或者是任何的 他也證明了清白 所以我認為同樣的邏輯 許曉星也是啊 所以吳思瑤現在如果不相信他這個律師團 涉嫌詐騙的人的說法 那請問為什麼我們現在要來相信 杜秉承的說法呢 來議員其實剛才我覺得 宜貞其實講的蠻保守 他講杜秉承是想詐欺嫌疑人喔 但是我們的立委許曉欣是直接叫他詐欺犯 沒特色的詐欺犯 這個蘇肥韻怎麼看 然後當然宜貞 站在國民黨立場 他覺得說是不是現在有太多的爭議 所以現在徐維拉又被民進黨拉出來了 國民黨立場這樣想 這個徐維拉啦 我不曉得是這個宜貞幫他取的名字 還是國民黨真的是這樣認為 所以你們要幫許曉欣背書囉 許曉欣今天是被杜秉承指出三件事情 他有收回扣 他有介入潛艦的聲文 還有內線交易 他現在針對潛艦聲文 把國防部拉出來說 國防部說我沒有啦 但國防部顧立雄跟你許曉欣 哪一個比較有公信力 我相信顧立雄 我不相信你許曉欣啦 那你許曉欣有沒有介入這件事情 是還要等待調查的喔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他被杜秉承指出 他還有回饋 還有內線交易這件事情 許曉欣是從昨天媒體報導到現在 完全轉移焦點模糊試聽 是不去回應的喔 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去貼杜秉承標籤 先貼杜秉承是直接說他是雜欺犯 還沒有判決確定 他就說他是雜欺犯 第一個 第二個還說他沒結識了 都是貼人家標籤 聲文那也不行啦 沒結識了 沒結識了所以聲文不行 不過對於其他兩件事情 他有沒有回應 昨天他的聲明 他有講到說歡迎來查 上次你絕對是親別的 昨天曉欣的聲明有這樣講 這個不用歡迎來查 因為這個杜秉承是在閻鴨庭的時候 對檢察官講出這些事情 那我們都知道 檢察官身為公務人員 如果知悉不法 就要主動偵辦 所以不用你許曉欣跟他說 他也會扳 所以你不用怕 你也不用怕 你就好好等待調查 不要再去貼別人標籤 杜秉承他涉嫌詐欺 但不代表他講的話 全部不是事實 因為許曉欣 你一開始要切割人家 說他是你一個什麼遠房的親戚 所以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沒什麼來往 所以你看媒體報導的時候 杜秉承在閻鴨庭上面 寫些講什麼 他說我跟許曉欣 沒有是沒有血緣的家人 沒有錯 但是政治人物就是這樣 會切割 所以我手上有一些許曉欣犯法的事證 這就是很大條 這是兩件事情 他涉嫌詐欺這件事情 他要被調查 但他手上有另外一些 許曉欣設有不法的事情 這就值得檢察官繼續去做調查的 那如果如剛剛所說 依照許曉欣過去他的反應 佛黨殺佛 對不對 神黨殺神 他應該要怎樣 他應該昨天就出來開記者會 你講的東西都不是 我沒有內線交易 我自己名下沒有 我也沒有用其他的人 你要把他講清楚說明白 結果許曉欣怎樣 許曉欣昨天發了五個聲明之後 說我沒有啦 你們可以來查 然後私底下又去對媒體週刊提告 還說媒體週刊 沒有精確的查證 還說媒體週刊 今天更進一步的講說 媒體在查證他的時候 省略了杜秉承跟聲文的關係 我感覺這也是很奇怪 沒有跟他說是杜秉承爆料 是我要講的是說杜秉承 媒體報導都寫杜秉承講什麼 講出他什麼樣的話 說他被詐騙 他現在被說他是採訪的時候被欺騙 那你許曉欣講清楚啊 媒體欺騙了你什麼 他騙你什麼 他講了什麼 然後你被欺騙你回答了 我覺得許曉欣就不要再轉移 交點模糊視聽了 他自己面對所有家裡的爭議 然後現在甚至杜秉承拿出相關的事 之後去指控他 他無力反駁 還用了一個發了一個立委的公文 要求國防部幫他澄清 但那個澄清大家看完之後 就覺得他蒼白無力嘛 因為他只有說你沒有調資料 但不代表這些相關的廠商 沒有去找過你嘛 另外 議員你剛才說的 因為國防部那邊 軍司令部回函說 許曉欣擔任立委期間 這段期間二月份到現在 這段期間是沒有索取這些資料 但是進檢 如果他當議員啊 或什麼就像剛才議員講 有沒有廠商去找過他 對啊 那我們就不知道 昇文的廠商有沒有去找過他 有沒有給他相關的資料 讓他在立法院做問證的依據 讓他還沒有二月一號 還沒有當立委之前 就可以拿來開記者會 這是許曉欣要講清楚的嘛 剛剛怡貞講 我們市議員的職責是什麼 是關心台北市市政嘛 怎麼會去關心到國防 那許曉欣在他選舉的過程當中 拿了相關的資料 來開記者會的時候 這些資料是誰給他的嘛 許曉欣有沒有講清楚 說明白 如果要是我拿到這些資料 因為我不知道 我也無從查證起 我可以怎樣 我可以把相關的市政給檢調 或者是我可以把相關的市政 給同黨的立委去進行調查 但許曉欣是什麼 許曉欣是站出來開記者會 代表什麼事 代表已經信任 讓他資料這些人嘛 那這個資料是誰給他的 許曉欣大委員 你都沒有講清楚耶 你繼續模糊焦點 轉移視聽嘛 用貼人家標籤的方式 來轉移焦點嘛 我覺得這不會成功的 另外我覺得這個黃姐講得非常好啊 許曉欣難怪會哭 為什麼六月十號哭 然後六月十一號就媒體爆料 其來有志嗎 因為又是要轉移焦點嘛 因為我們都知道 鏡周刊跟過去的一周刊都一樣 他們在調查新聞的時候 都一定會先調查 把市政查清楚之後 對於關西人一定是在媒體 要刊登前一天 才會去一天去訪問這一個 這個要被報 這個要被寫的當事人 所以當事人都是在前一天 才接到這個媒體的電話 所以這時間有做什麼 六月十一號 昨天媒體報導 六月十號 許曉欣發文流淚 說自己是好感度最好的委員 好感度第二名 所以你有沒有覺得 這個時間點就是真的非常巧 許曉欣是不是已經知道了 鏡周刊要報導 對他有這個 他自己講不清楚的 一些相關的事情 所以他只好先哭 來轉移焦點 來獲得同情 然後為了要去閃避 各一天的爆料 我覺得許曉欣 還是應該要展現出 秘歡的性格 對於這一些 你認為是不實的爆料 你就具體講嘛 你的資料哪裡來的 你潛艦的資料哪裡來的 你相關被指控的事情 是什麼樣的意味 你會是講清楚說明白嗎 這真的哭的這個時間點 這樣聽聽怎麼感覺 真的很巧合 不過這一位好感度第二的 許曉欣委員 我請教一下瑞德哥 現在可能連他們公司也有事 因為為什麼 因為現在大家在說 因為許曉欣的老公 現在在台中市政府當官 是台中的研考會主委 可是現在被爆料 去年這個民進黨初選的過程當中 這個被爆料 有拿黑資料 介入人家立法委員的初選 那劉燕裡自己的回應是說 這一切都沒有行政不中立的情勢 那這個希望的外界不要這樣子以而傳而 劉燕裡有他自己的說法 可是我看到其實今天越來越多的台中市議員站出來 覺得盧秀燕 盧媽媽 你也要收看有一個台島 這件事已經發生多久了 對沒錯 那麼這件事情詭異的是被收押了 現在這個幾個人裡面 這個林先生對不對 林先生講的是 當時他跟這個許曉欣的先生 那麼來往的時候 有把相關民進黨台南市立委 黨內初選的其中一個選區裡面的相關的東西 甚至於討論到是不是有所謂的假論文事件等等 那把這些資料交給了這個 等於說許曉欣的先生劉燕裡 那劉燕裡是否認的 他從頭到尾否認 你怎麼知道林先生手上沒有東西啊 沒有證據啊 因為劉燕裡都否認 所以呢 那麼如果算時間的話 再延壓兩個月 那麼這件案子呢 他們所辦的這個詐欺的案子 頂多再過兩個月呢 大概就要起訴 大概就起訴了以後呢 那麼這個積壓與否 將交由法院去認定就對了 如果交保 而這個林玉仁先生 他如果把相關的證據攤開來的時候 那我問你要不要辭職 要不要辭職就好了嘛 如果真的有這回事 他無緣無故去講這些幹嘛 他一定有相關的證據嘛 他沒事幹嘛惹事 我要交給你 搞不好是用這個email啦 還是用什麼反走過必留下痕跡啊 如果用email的話 是不是整個資料都有留著 為什麼 因為email都有一個既見備份檔 你知道嗎 既見備份檔就好了嘛 如果是你的話 我問你一句話就好了 你要不要辭職 你下台應不應該下台 你身為一個六都的相關的 這個等於說首長之一啊 你竟然做這種事 而牽扯到這種事 我告訴你 你就必須要下台 如果真的有這件事 不用說 你有沒有拿這個東西去打一擊 有沒有東西做政治操作 都不用 你只要有收到你就下台 很簡單嘛 你只要有收到這個東西 因為你說你都沒收到 沒有這回事 你沒有介入 沒有拿給許小金 什麼東西都沒有 那如果人家拿出證據來 你要不要下台 滾出政壇要不要 很簡單 因為你說謊嘛 如果是有的 我的前提是 如果真的有這回事的話 如果沒有的話 當然還你清白啊 沒有的話你很安慰的啊 這個林先生他幹嘛咬你 我想坦白 這個跟這個詐欺案沒有關係嘛 那麼這件案子 重要的地方在哪裡 政治人物的誠信 政治人物誠信非常重要 我覺得包括許小新也是一樣 許小新他在面對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不是 不是民進黨去故意去買通 誰誰誰去故意講你什麼事情 然後進行政治操作 剛剛那個宜珍講的吧 什麼什麼什麼新維拉對不對 許維拉 許維拉新維拉 誰在跟你維拉你知道嗎 九百拉都拉不動嘛 我跟你講九百拉也不是 如果你自己不是去跟一個警察這樣講的話 那麼人家也不會公布這個錄影帶 錄影帶嘛對不對 你你這件事情啊 是你自己人來咬你 包括林先生也是你的朋友來咬你 所以你身為不是公正人物而已耶 你是一個是立法委員 一個是六都的這個行政首長 你有那個義務去把他說清楚講明白 好你現在全部否認 那我就講講一個很簡單的嘛 他馬上就要放出來 沒有不要兩個月 兩個月多月可能就放出來 放出來出示相關證據 你下台辭職離開政壇 就是這樣 如果有的話 沒有的話就剛好啊 告他你知道嗎 再告一條 反正你早講的在告人嘛 對吧 再告一筆嘛 頂多被他告誤告 就是這樣 反正你就告他啊 你強制動作要告他 你應該告他才對嘛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他怎麼可以胡說說 你介入民進黨的臺南市立法委員的那個初選呢 奇怪 那有時候不告他 你告他嘛 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不要吃 不要不吃吃不靈膜 那麼身為政治人物 面對現實 面對事實 那當然 我的前提是 如果是有的話 沒有的話 當然君子坦蕩蕩 我覺得我要是徐曉青 我才不會這樣做 為什麼 我一條理分明的說清楚了以後呢 我再去告他 你知道嗎 那新聞稿發得很清楚 不要說徐曉青的習慣講一半 為什麼呢 各位 你以為那一個月 我們心裡很好受啊 我去世日本 王時期去世澳洲 我們回來還在談你徐曉青 豈有此理 這一切都是你把自己不斷的加油添醋 你知道 王時期我還比王時期多了一次 我去徐曉青他家的巷子 去戰俠四叉貓 我們還在討論你家的事 這些事情都是你自己惹出來的 不是我們吳宗生有說 我現在感覺徐曉青 你到底你家那一坪地 你的房子 到底住了幾個人 幾條貓幾條狗 不知道 你說三公四老套 那你們 你媽媽 你本來沒有送你媽媽的皮包 到底是哪一個 當名牌包到底哪一個 你也三公四老套 對不對 你不要 你一次說清楚講明白 然後一刀斃命 一槍斃命 人家都沒有辦法說你什麼 瑞德哥 其實你回來之後也是有收穫 因為我們品牌認識的越來越多 這一次也是有一點知識上 那是一個風險 賴斯基姐要補充一下 大家記不記得林俞倫 他被壓起來 林太太有接受訪問 是林太太的講法是說 林俞倫把這個民進黨 臺南立委黨內初選的論文資料 給了他的好朋友劉彥黎 所以他們兩個林俞倫跟劉彥黎之間 是有好幾通的電子郵件來 我記得那時候4X貓 還有提醒說劉彥黎如果回去 翻這個email 提點他這個時間點 沒錯 那現在就變成 林俞倫有把資料給劉彥黎 但是許曉欣說沒有 他是這個熱心民眾來檢舉的 他說他不太會管消息來源 對他不會管消息來源 所以也就是說許曉欣 不知從哪邊拿到的一份論文資料 然後就直接打出去了 合理嗎 你相信嗎 這就你老公給你的 那你老公的資料從哪裡來的 他一定會取信於你 因為你要作為政治的攻擊 然後所以許曉欣看起來 應該是有說謊 否則路邊撿到一個就直接崩出去 不可能嘛 他一定會查證 他們兩個姨母一定要去求證 那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然後這個劉彥黎還說不要以而成而 不然咧 不然到底是怎樣 林太太的講法是說林玉倫把資料給你 你們兩個人之間有很多電子郵件的來往 你現在刪除email來不及我跟你講 因為如果真的要查這件事情的話 電腦都可以還原 那所以不要搞到最後說謊的是你 那這件事情你作為一個台中市政府的長官 你的長官儘管對你很好 沒有出來說什麼話 但你自己可以這樣子 這就是毫不在乎 你可以低調幾天 你總是也是會出來的 對啊 人總是會出來的嗎 而且當你被這樣子質疑的時候 你可以好像沒事一樣 我也覺得佩服啊 就政治人物可以 怎麼可以這樣子不顧外界的這一些質疑 然後他也沒有一個比較強有力的證明自己的清白 然後因為諸多的線索都指向你的時候 他還可以繼續坐這個位置坐下去 他沒有說他不然這樣好 我停止接受調查證明了我的清白之後 我再回到台中市政府 我這樣才不會一個人拖累了整個市政府的名聲 你們盧媽媽名聲多好咧 你這樣子一個人這樣子 就是萬一有什麼樣子的這個這個 不好的資歷的時候 你拖累的是盧秀燕的總統路 你這樣對得起你們盧媽媽有 你家盧媽媽還有大好的前程喔 要再走 來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因為現在小新家族 我覺得如果之後杜秉承啦 或是許小新的大姑可以用綁材料 他們免不了 他們家族會有一場大戰 等一下回來 我們要看另外國會 也是有一場大戰 等一下回來繼續來看